今天的早午餐 今天來用 烤個法國 麵包 半熟法國麵包 跟Vagel 然後昨天 是桂格媽媽教室得到的這個 桂格堅果果多多 用牛奶泡 再削兩個水果 再一個水果蛋 OK就這樣 好香喔 黑芝麻的味道 好香喔 有點單調的早午餐 會不早吃 對 變不出把戲來了 所以一個半熟法國麵包 可以半個 肉桂 肉桂葡萄 Vagel 然後我加一個水煮蛋 配上這一碗 桂格堅果多多 牛奶 昨天送的 對 昨天桂格送的那一包 然後還有一盤水果 好拍動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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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少如此 有酒 吱 espí 付乾湯 好香喔 即利 唉唷 面對 松叶蟹味棒 那我们的主食是 我的半个妈妈粥 这个帮他用干面 配花椰菜跟蛋 好的开始 晚餐吃牛排 拜拜 这一块牛排呢 我是用高登主厨的做法 就是先把盐跟黑胡椒 撒上去 腌过之后呢 用油煎 然后静置 然后用奶油再煎一次这样子 加两颗蛋 大餐 然后 配花椰菜跟蟹肉棒 然后 下面 这是香菇吗 它这是 就是 叫什么 菜 就是很多菜 炸菜粥之类的 房里面有很多满满的香菇 妈妈粥 然后整个用干面 好 肥肉 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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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是小金 今天是金色汤姆第53集 今天一開始比較不一樣 有沒有看到捨哥手上拿一把這個傘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我在第47集後面的花絮的時候 我跟小金在吵說想要買一把傘 因為家裡的傘都會漏水這樣 所以我們前陣子就去雨傘王挑了一把傘 就這一把 當初會買這一把的原因就是 你看它現在收起來跟一般的傘大小一樣 但是它裡面 它裡面它自己有再多車了一層黃色的布 所以當它打開的時候 它大概會比一般的傘大概在大15到20公分 所以我們就這一把還蠻好用 所以當初買了這一把 可是啊 昨天去傘大小的時候下大雨 我們就帶這一把傘出去 結果就發生一個悲劇 就是因為它這個設計 所以它打開的時候是變大 但是它收起來的時候你看它 有沒有它全部都收在裡面 有沒有看到 所以水就會全部都滑到裡面去 對 當你下一次再打開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水 是從裡面這裡滴出來的 對 對 向下還有 真的耶 對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 哎呀 它那個時候我買的時候 它是有跟我介紹說 欸這把傘的好處是 就是 它一樣大的體積 但是打開 會有多15到20公分 所以還蠻好用的 很多人買 但是它忘記跟我講 說 當你收起來的時候 你可能要先把它弄乾一點 再收起來 這樣 所以我們昨天晚上去 食白癡小火鍋 那裡剛好就去雨傘王 然後我們就帶著這一把傘 去找那個店員 說怎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是沒有設計好還是怎樣 他說他們當 然後那個小姐就很客氣喔 雨傘王的小姐 很客氣 她就先跟我道歉 然後再跟我解釋說 我這一把雨傘 他們都會跟客人講說 就是 你在收了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這一項 那可能當初賣我的那個小姐 不是食牌店的 我們是在不同門市買的 對 但是我們去食牌店 處理這個問題 然後她就說 可能是當初 我們去買那間小姐 她沒有 跟我們漏腳的這一塊 然後她說好 跟我留電話 然後還很客氣地問我說 你是早上方便 還是下午方便 還是晚上方便 我們請客服跟你聯絡 對 然後今天下午 我就接 然後我那時候跟她說下午 然後下午的時候 我就接到那個 雨傘王的客服電話 然後我一樣把 這個情形跟她講了一遍 那我就覺得 雨傘王真的還蠻屌的 她的整個客服的機制 再加上他們店面人士 就是應對客人客訴的 那種態度都很好 售後服務的 那個方面都還不錯 對 然後她就 就跟我說 好如果 林先生你真的覺得 這把傘不符合你的要求 沒關係 你就找你究竟的店家 然後就拿去換 換你喜歡的另外一款雨傘 然後只要補差價就好 對 所以這我覺得真的是 雨傘王真的不錯 那今天呢 早上就吃了一個 因為真的不知道吃什麼冰箱 也沒什麼東西了 然後就吃了一個 半熟法國麵包 Bagel我們兩個人分 配一杯牛奶 跟泡昨天的那個 桂隔骨多多 還蠻好喝的 我覺得啦 對 蠻合我口味的 然後 配一顆水煮蛋 晚上呢 吃牛排 好吃多買的那種 很多很大塊的那種牛排這樣 配花椰菜跟煎蛋 然後我吃剩下一半的媽媽粥 大概就是這樣 那來結算一下 半熟麵包5塊 牛奶10塊 半個Bagel65塊 21 對 然後牛排的話50 花椰菜20 蛋5塊 跟半個媽媽粥 75 96 這樣總共 171 除以2就是 85 86 86 加保健名氣室 就是160元 OK 累計彩金總共是 18,225 這張的神秀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喔 昨天晚上上片的時候啊 很妙 忽然 我們之前不是說 它 原本是一個時段有 整點15分 30分 45分 四個時段可以讓你選擇上片 對 然後昨天晚上我們上片的時候 忽然發現 整點 就是又跟之前一樣 不會只有15分 跟45分的選項 就是整點15分 30分 45分 又一樣 又開始有四個選項可以選 所以明天早上是 八點見 拜拜 怎麼辦啊 怎樣 失業了啊 失業還好啊 你不知道他們選給你 啊不是啊 這兩個月沒選領嗎 這兩個月沒選領 還是 還是 你有沒有考慮 什麼 接受我第一集的講法 第一集 第一集怎麼幹什麼 做兩站捷運 回去給娘家養 你覺得呢 呵呵呵呵呵 兩幾個月 可能養到過完年 呵呵呵呵 啊